深夜思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秘书是什么东西 国大今生 现在的采访都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吧 来电不准营业 这一批准备要发行的一批 这张一批筹备了多久了 这张一批从六七月份 也就两个月时间了吧 第一首歌其实是对过去的经历的一个总结 有一点出发起航的 第二首歌可能是有点抓嘛 开始的时候有点悲伤 结果到中间你会发现 其实很有趣很好笑 就是一个喜剧的故事 第二首歌我自己觉得看你 这个感觉是舒适的 但是感觉不是吧 它的风格是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 不是孤单的朋友请你不要害怕 对就是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有提到一个是想用大舞的情势来和大家互动 因为我个人偏社会 比如有人跟你聊天 你答不上话怎么办 我朋友就给我出了一个意见 如果你答不上话你就站起来突然开始跳舞 就再也不会有人跟你聊天了 我觉得特别实用 所以我希望用这个尬我的方式能够缓解这个焦虑紧张 让你觉得在孤单的时候要做什么才能不害怕 我觉得要足够自信足够清醒吧 真正害怕的人不是因为孤单 而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孤单 你发一首歌你其实最想告诉大家什么 具体的态度在简介里面都会写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看 但是你没有必要说一定要听得懂才会听这个歌 无聊的时候可以拿出来放一放就够了 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的孙悟空吗 小时候看《西游记》嘛 因为在电视上能看到的那种国产的这种超级英雄就是孙悟空嘛 我小时候就在想我要是能变成什么电视 我能变成电脑就自己玩自己 我要是能变成苍蝇飞到别人肚子里 就能想很多有意思的事 那你算是孙悟空的铁杆粉吗 不算 那我就只管问他怎么办 有一些孙悟空的那知识 没事你可以问我 但是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 打引号打引号 知识渊博 以下法术哪个是孙悟空没有学会的 A是9981遍 B长生不老就是C造化会员工 A吧 9981遍你刚刚不说了吗 但他那个不是7749遍吗 9981遍吗 9981难吗 72遍 那就算C吧 他是A长生不老就是 为什么 他怎么没学会 他不是已经到地府里面 把所有猴子的生成八字都撕掉了吗 就是因为他没有学会 他去划掉那个名字 这样才长生不老 好的 这个就告诉我们有些课本里的知识学不会不重要 你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也能实现它 有一天孙悟空的金箍棒丢了 找来土地公公问 他说土地老儿我的金箍棒在哪 此时土地公公说 我又不是土地公公 我怎么知道 干啥 开头第一剧肯定是大圣呢 你的金箍棒在花纹文物不错 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跟了不了解孙悟空有什么关系啊 谦语总很好笑 你不觉得 好的 十年之后 你事业已经非常非常成功了 这个时候可以记得名字 前面加上一个那个开头 你希望是什么 大好人 张延祺 听起来有点悲惨 一般就是没有什么别的成就 但不是 我觉得能成为一个好人 这是最大的成就 好人 张延祺 听起来很厉害 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因为我看你也有做那个速度表等分互动 我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要怎么去翻查 没关系 我都三十了 身边的朋友结婚的结婚 二胎的二胎 我还在追星 感觉别人都不理解我 我妈说我再追星就直接滚出去 怎么办呢 我觉得大家不理解你 可能你没有告诉你的家人 可能你会很赌气的说 我就是要追星 你不用管我 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情 跟你的关系你的人 在乎你的人好好沟通 通过沟通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 如果他最新年张延祺 你觉得他怎么在别人介绍 怎么就突然到我身上了呢 那我是真的很想献下给他 搭个红线 帮他相亲的 不用 因为我是大好人 张延祺 如果他是因为追星导致的 他不想谈恋爱 或者是不想结婚 就想活在幻想里 其实我觉得这个追星是有一定尺度的 一定是不能影响到自己正常生活的 希望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生活 也经营得特别好 这样才是最正确的追星的方式 前段时间 正直播的时候还念了一条 有个小朋友说他马上要上初中了 说很担心和同学的关系处理不好 怎么办 没想到现在的小朋友已经面临如此大的压力 只要你做最真实的自己 喜欢你的朋友自然会像你巨龙 那如果他那个时候就非常设讽吗 这么小就设讽的话 嘖嘖嘖 那我觉得我得跟他的爸爸妈妈联系一下 不用 谢谢 因为我是大好人 张延祺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那么喜欢把你当作一个树洞 去倾诉你的事情 这个树洞不只是向我倾诉 而是给你一个好的开始 也许是把这个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也许只是单纯的发泄 但是你至少已经开始找一个方式 去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了 接受了那么多的情绪 你自己会受到一些影响吗 也会吧 可能我自己的状态很低落 但是看到大家都有很多很开心的情绪 就会觉得生活还是美好 还是可以继续努力 好的 第一个 在张延祺某个练武的视频下 有人评论 上帝给你开了一扇门 就会关上一扇窗 上帝怎么不关上你的嘴 Tiss me la 第二个 在张延祺某张帅途中评论 太好看了 太娇了 我泥了 是什么东西 就我经常看到 但是我一直没有搞懂 他为什么叫泥了呢 我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你理解的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把一个男生当作一个女生 逆酥 逆酥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刚刚说的逆性别的 我很喜欢你就是逆酥 啊 多大精神 一般这种评论 我都不会回复的 就毫无波澜 这句话就对我没有吸引力了 如果说他直接的就说妹妹啊 女儿呢 我直接就会翻过 下一题 在张延祺某个综艺视频下 有人说德云社再逃弟子 我帮你投简历了 你调 调 你逃不掉的张延祺 有一说一我还是不太配的 就我这个 就刚才我这个 念一句话都念成这样 应该进德云社 我应该还是没有这个能力了 我不配 我的这个基本功还不扎实 我再练练基本功 可以去试一试投简历 你不好奇他怎么用你的指定 啊他这个不是开玩笑吗 真的帮我投了 你看现在太单张了 这个互联网真的怎么 实而真实而假 所以朋友们最好的这个评论 是不要看这些东西 就容易把你这个人整的 现在竞争那么激烈吧 如果说讲自营 觉得自己最突出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深夜思考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就是我确实没有哪一项是特别突出的 我觉得 就你说我觉得我自己rap好吧 那有比我rap好的人 我觉得我搞笑吧 总有比我更搞笑的人 就我觉得 成年人就要接受现实 主持人 不允许你怎么说 比我更热心的人 那可太多了 大历思会有哪一项 是你的独特的优势 那倒也不是 我觉得最独特的优势就是 接受现实 那短板 那短板太多了呀 短板那肯定太多了呀 声乐舞蹈 专业技巧 后期制作 生态行表 就太多了 一个一个慢慢弥补吧 现在大家都说 一人宁业也越来越内角 你有想受到吗 比如 以前出发图 活动是晚上七点钟 出发图可能六点钟吧 已经算非常早了 然后现在的出发图 早上十点钟你才发 那我回去改进一下我的工作模式 我发现我好像还在你所谓 原来的那样的工作模式里 还有 对 就是做我的愿意负担 你的那个期 就是用一家很具体 然后加自己的 一页内角的一个表现 但我觉得是好事啊 就一定要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如果大家都是发的 很无聊的东西 你长此以往的话 大家都会觉得疲惫 如果说有艺人想要 反正你觉得可行吗 可行啊 反正不是我 反正那个 做出这个决策的人 不会是我 因为你讲话 就是你话比较多 然后不要蜜的那种 嗯 那有没有意味着 什么话都内 那不是很经常的事吗 我跟朋友一起看电影 就喜欢这方面 解说加分析加配音 解说加分析加配音 导致大家都不愿意跟我一起看电影 我自己跟自己聊 我自己跟自己聊 现在我们有三条比赛 你给看了这个机会 就从秀化比赛 现在的采访都内卷到这种程度了嘛 都要开始给我放视频了 我们看到的比赛是乒乓球男单 1%决赛 由中国队的马龙和 他这个14是什么意思 14岁吗 哦 世界排名14位 好的 现在我们看到马龙发球 他把球抛到了天上 打向了对方 对方接住了 他也接住了 对方又接住了 对方接住了 他又接住了 对方又接住 他没打过啊 对方笑了一下 对方擦了擦了 老口伤透厉害 他也擦了擦 他又把球丢倒了天上 他把球打过去了 对方没打回来 对方直接没有打回来 这一球得分了 好的一个 你来我往非常精彩的一个进攻 需要预祝咱们的中国选手 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 谢谢本次 直播到此结束 好几点 谢谢你精彩的语言 感觉我姐说 应该没有人会看这个运动 应该都会记你一观看 常思想要解救 五指三小星路通 他问了一个问题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你松口口就回答出 不会是歌词吧 像我这样的爱你 像你说我这样的爱你 什么 我记不到歌词 太痛苦了 这个和西游记 一点关系都没有